小家,我看你信神信得挺虔诚,我挺佩服你。 对信神的事,我还想多了解了解,所以我特意请来了冯牧师。 冯牧师自幼信主,上过神学,做牧师二十多年了。 你们都是信神的,有共同语言,可以在一起探讨探讨, 看看信神到底走哪条路是正路。 能行得通。 江姊妹,听袁校长说,你信神还挺执着。 我看出来了,你为了坚持信仰,经历了政府的抓捕,迫害,折磨, 还没有辅任神,这点我很佩服。 但刚才你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就是道场肉圣的全能神, 这我就想不通了。 你也知道,这些年来,共产党一直疯狂定罪,正要抓捕你们。 宗教界多数的牧师长老也定罪东方闪电。 如果全能神正是主耶稣回来了,共产党定罪反对,这是必然的。 那为什么会遭到宗教界的抵挡定罪呢? 如果真是主回来了,应该先向宗教界的牧师长老信息。 这些牧师长老首先被提罪对啊,但现在不是这样。 不光是共产党疯狂正压抓捕,并且宗教界多数的牧师长老也在抵挡定罪东方闪电。 这是什么问题呢? 你能给我解释清楚吗? 冯牧师,你因着宗教界许多牧师长老抵挡定罪全能神,因此对神漠视的显现做工产生质疑。 这也正常。 回向主耶稣显现做工时,不光是罗马独裁政权抵挡定罪主耶稣,犹太教更是疯狂定罪抵挡主耶稣。 难道这能说明主耶稣不是神的显现吗? 你敢确定,宗教界的牧师长老定罪的就肯定不是真道吗? 如果按你的观点,只要宗教界抵挡定罪的就不是神的显现做工,那请问,主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显现? 主耶稣的说话做工到底是不是神的显现做工? 既然犹太教首领那么抵挡定罪主耶稣,那你信主耶稣到底是根据什么信的? 福牧师,你是熟读圣经的人。 请问,主耶稣为什么咒读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到底代表谁啊? 法利塞人是不是代表宗教界首领啊? 其实,陆寓言,宗教界被毁灭,这说明什么? 说明宗教界首领都是抵挡神的,都是否认基督,抵挡基督,与生为敌的。 难道你不承认这是事实吗? 现在宗教界为什么没有圣灵做工都成了荒场? 这足以说明,神恨恶宗教界,咒诅宗教界。 神要让真正属于神的选命,从宗教里走出来,从巴比伦大城里走出来,归向神。 这才是神的心意。 你如果不相信这话,可以看看启示录预言,看看主耶稣咒诅法利塞人的话, 你就会明白这一切的。 主耶稣咒诅法利塞人,这不假。 启示录预言,宗教巴比龙灭亡,这也不假。 这些我都知道。 不过江子妹,你见证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正在发表真理,做末世审判工作,这有圣经根据吗? 信主的人都知道,主耶稣再来是死里复活的灵体驾勇将领, 众目都要看见。 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见主耶稣驾勇将领, 所以我敢确定,主现在还没有来。 江子妹,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见证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呢? 你怎么确定神末世就是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血血做工的? 你能给我说说吗? 冯牧师, 你常常给人讲解圣经, 应该比我明白圣经, 但我信全能神是经过寻求考察的。 我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发现全能神的话都是真理, 揭开了圣经中所有的奥秘。 我就确定, 全能神的发表就是神的身影。 我接受全能神, 更是根据主耶稣的预言,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主耶稣的预言说道, 人子降临, 又说道,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这就明显地说明, 主默示再来, 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还要向人发声说话。 人听见神的声音, 就迎接到主了。 全能神的显现做共, 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 主的话说得很清楚, 默示主再来, 是人子降临。 既说是人子, 那就是指从人而生, 有正常人性的人, 就是指神道成肉身说的。 如果是主耶稣复活的灵体来, 那就不能成为是人子了。 因为主耶稣复活后的灵体, 时隐时限, 能穿墙而过, 不受空间地理的限制, 这就不是有正常人性的肉身了。 父母神, 我这样说没有错吧? 正因为主再来, 是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就如当年主耶稣一样, 外表看, 就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 人都不认识他就是神。 所以才会抵挡、定罪、弃绝他。 如果主以灵体驾云降临, 那肯定身世浩大, 人看见了都得俯伏在地。 主又怎么会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呢? 那主耶稣的这句预言, 不就落空了吗? 所以, 主默示再来, 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这是可以确定的。 不知冯牧师怎么领受, 你的领受, 听着也有道理, 也符合圣经。 但是, 能发表真理, 就肯定是神的血血做工, 这我还不能领受。 如果是得着神的启示, 我也能发表真理吗? 先知也能发表神的话呀, 能说就是神的血血做工吗? 姜姊妹, 对神的血血做工, 有圣种接受呀。 有位圣经少说,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写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也雪明也就迷惑了。 主的话说得很清楚, 末世有假基督, 假先知迷惑着。 所以, 凡是见证主到场肉身回来的, 我们都不能强欲相信, 你说是不是呀? 你敢保证自己不受迷惑吗? 冯牧师, 听你说话的意思, 你是因为害怕受迷惑, 不敢轻易接受 神末世的说话做工。 我考察正道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劝我谨慎, 让我读你刚才引用的这段经文。 但这段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要谨慎, 防止受迷惑, 并不能证明, 主末世再来, 不会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更不能证明, 末世基督不会显现做工。 因为主耶稣明确说过, 我必快来。 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解释为, 末世基督不会显现做工, 只有假基督、 假先知迷惑人, 这就大错特错了。 冯牧师, 你应该也知道, 在末世, 神道成肉身显现做工的前后这些年, 各国都出现过假基督、 假先知迷惑人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确定神的显现做工呢? 该怎么分辨假基督呢? 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根据主的话, 我们可以确定, 主末世再来还要发声说话, 听见神声音的就迎接到主了。 所以, 确定神的显现做工, 最关键就是得会听神的声音。 启示录预言,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寻求神的显现做工, 必须要寻找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如果找到哪处教会有圣灵的说话, 那就寻找到主的显现做工了。 全能神说, 我们既要寻找神的脚踪, 那就得寻找神的心意, 寻找神的说话, 寻找神的发声。 因为哪里有神的心说话, 哪里就有神的身影, 哪里有神的脚踪, 哪里就有神的作为, 哪里有神的发表, 哪里就有神的显现, 哪里有神的显现, 哪里就有真理, 道路, 生命的存在。 我就是看见, 全能神所发表的一切话语, 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身影, 我才接受了全能神。 如果不是神, 谁能发表这么多真理呢? 这就足以证明, 是道层肉身的神向人显现了。 因为败坏人类就没有真理, 就是历代圣徒蒙神拯救的人, 也发表不了真理。 信神的人, 无论怎么研究圣经, 也发表不了真理。 撒旦邪灵能显神迹其事, 但他也不能发表真理。 先知虽然能说出神的话, 但他只是传达神的话。 他传达的话, 也是极有限的。 神如果不只是他, 他的功用也就结束了。 他自己本身并没有真理, 也做不了神的工作, 只能尽人的本分而已。 所以, 寻求主的显现做工, 必须得确定, 只有基督才是真理, 道路, 生命。 唯有能发表真理的, 才是神的显现做工。 如果不能发表真理, 显多大神迹其事, 也绝对不是神的显现。 这些事, 我琢磨了挺长时间, 最后确定, 全能神能发表这么多真理, 肯定就是神的显现。 冯牧师, 难道我这么领受不对吗? 冯牧师, 你也谈谈你的看法。 江泽妹, 听你这样一说, 你这个人确实有思想, 有主见。 现在, 我相信了, 你姓全能神不是一时愚昧, 受了迷惑。 你姓主实节不长, 竟能对圣经理解得这么透彻, 很让我佩服呀。 看来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的确有真理可汹求。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好好读读, 话在肉上写信。 好好考察考察,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袁秀长, 我还有事,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冯牧师, 小家, 我看你信神信得挺虔诚, 我挺佩服你。 对信神的事, 我还想多了解了解。 所以, 我特意请来了冯牧师。 冯牧师自幼信主, 上过神学, 做牧师二十多年了。 你们都想, 经历了政府的抓捕, 迫害, 折磨, 还没有辅任神。 这点我很佩服。 但刚才, 你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道场肉上的全能神, 这我就想不通了。 你也知道, 这些年来, 共产党一直疯狂订阅信神的, 有共同语言, 可以在一起探讨探讨, 看看信神到底走哪条路是正路, 能行得通。 江姊妹, 听袁秀长说, 你信神还挺执着。 我看出来了, 你为了坚持信仰, 先向中修界的牧师长老信信, 这些牧师长老首先被提才对啊, 但现在不是这样。 不光是共产党疯狂镇压抓捕, 并且, 中修界多数的牧师长老 也在抵挡定罪东方闪电。 这是什么问题呢? 你罪正要抓捕你们。 中修界多数的牧师长老 也定罪东方闪电。 如果全能神正是主耶稣回来了, 共产党定罪反对, 这是必然的。 那为什么会遭到中修界的 抵挡定罪呢? 如果真是主回来了, 应该是